Hello,我是QP,台湾雅婷 打光度假让我在国外的国定假日 不上班也可以领薪水 感谢丰盛我的钱包之余 也想要更了解国定假日背后的故事 透过了解放假背后的历史 让我们可以更感激的活在现代 这一集要聊的是很不一样的 纽西兰国庆日,怀堂一日 2024年纽西兰的毛利人口约为90万人 占总人口的7.3% 推回到1840年 当时的毛利人口约有10万多人 欧洲移民则有2000多人 不过却在25年后发生了一场 14000名的殖民士兵对战 4000名毛利战士的土地战争 这也让一些毛利人至今 能对这个所谓的国庆日带有复杂的心情 毛利祖先大约在1000年前 透过独木舟横跨海洋 来到美丽的绵绵白云之乡 Aotearoa顶居 也就是现在的NZ 1612年荷兰航海家塔斯曼成为第一个发现Aotearoa的西方人 但真正让Aotearoa被英国殖民的关键起始点 是在1769年10月8号这一天 库克船长驾驶着英国皇家海军 奋进号在吉斯本登陆 Aotearoa也从此刻开始一步步变成了NZ 因为库克船长发现了这块物产丰饶的新大陆 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欧洲白人来到纽西兰 这些他国移民的进驻损害到英国的利益 在这块土地上发生的违法事件也跟着增加 英国皇室因此派遣的William Hobson 担任纽西兰的行政长官 透过和毛利酋长签订条约 完全取得英国对毛利土地的统治权 这就是毛利酋长和欧洲人经过一整天的辩论后 在1840年2月6号以英文和毛利语双语签署的怀唐语条约 这份条约被视为是纽西兰的建国基础 毛利语版本是由基督教传教师Henry Williams翻译的 条约内容主要是有三条 其中只有强调平等的第三条 承诺提供给毛利人官方保护和公民身份 这点在两个语言上文艺是一致的 第一条的主权和第二条的组长、酋长、地位 在英文和毛利语中就有分别不同的解释 第一条英文版本的意思是毛利语人交出了主权 而毛利语的意思则是和英国女王分享权利 第二条在英文版本里比较强调土地权和所有权 土地的出售都需要透过官方执行 毛利语的意思则是自治权 保障自己向来拥有的土地和财产的权益 酋长可以把土地买给女王 一来有翻译上认知的差异 二来后续官方实际上并没有落实条约的内容 甚至制定出更多不平等的法律条款 让欧洲移民可以以更地价甚至是武力的方式 取得毛利人的土地 这些剥削的行为让毛利部组决定团结起来 推举出带领大家的毛利王 这项举动威胁到殖民政府的权力 引发了19世纪在纽西兰最大也最重要的 怀卡托战争 14000名的殖民士兵对上4000名的毛利战士 最终没收了12000平方公里的毛利土地 总面积相当于三个台湾 1975年毛利人发起土地游行 政府应此制定出1975年怀塘医条约法 依法成立怀塘医委员会调查毛利权利主张 直到1996年皇室才和毛利人签下赔偿条约 正式为1865年的土地战争具体道歉 直到现在毛利人一直不断的为自己的权益发声 除了说出历史 聆听对一些毛利人来说更为重要 他们会在象征和平之神空间的集会所举办听证会 以毛利仪式开场 过程设有同步口译 听不懂毛利语的语会者 也可以同时了解发言者所讲述的毛利历史与文化 孩子也可以在底下一起记住 属于自己国家不该被遗忘的历史 直到来到国外打工度假 我才发现自己对台湾的认识远不如我短住一两年的国家 但其实不论是在澳洲或者是纽西兰 在地人也很常对我说 我去的地方比他们都还要多 有些地名他们甚至都没有听过 当然这也没有说谁好谁坏 只是很单纯的人类关系 你花了机票钱和时间来到一个遥远的国家 想充分利用有限的签证时效 看越多的东西越好 这是很正常的 自己的国家好像是永远会等你回家的父母一样 长大后的你反而会对他兴趣绝绝 觉得国外的月亮比较圆 了解这段历史的过程 让我联想到台湾原住民在过去殖民过程中 直到现在遭受到的不平等待遇 以及白色恐怖和228事件后续的调节委员会 虽然这些事件在历史和社会课本中我们都会学到 唯一一次让我觉得跟这些历史有真正连结的 是大学的时候我参加了白色恐怖幸存者 张哲周教授带领的课程 他带我们到六张里公墓 那教授他是在大学的期间里 被怀疑参加地下读书社 在台大的宿舍被带走 直到11年后才从监狱里出来 这就好像仿效里面的主人公 走出真实的世界 带着我去看那些无法回到人间 最终被埋藏在乱帐缸 无人认领 但是却被试了渺滑的阴魂 除了这次令我震撼的经验之外 台湾的历史之于我似乎更多只是考卷上的分数 我把课本的内容用脑袋背下来了 但却没有用心去聆听 这些日史要教我的比成绩更重要的是 现在的我长大了 不用再考历史了 学习历史反而因此变得更纯粹更深刻 聆听就是力量 这就是纽西兰国庆日教我的事 希望今天的内容能让你更了解纽西兰的国庆日 所有参考文献都会放在底下的资讯栏 有兴趣的人欢迎点击连结参考 如果你觉得我的内容对你有帮助 邀请你订阅我的频道 按赞这支影片 留言告诉我你最喜欢哪一个部分 还有分享给你身边可能有兴趣的朋友 让他们一起透过聆听被疗愈 也可以点击资讯栏的赞助连结 请我喝一杯FlipY 支持我做出更多更优质的内容哟 谢谢你 愿意花你生命中宝贵的时间观看我的影片 祝你有疗愈的一天 我们下支影片见 Kiaola WaiWai Taka Kia Kiaola Kiaola HuaiWaiWa Kia Japanese K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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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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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 李宗盛